日语大解密 YFW医师说,参加五世日文的这半年真的是我人生中最认真念日文的一段时光 YFW医师说,参与五世日文课程半年,是人生中最专注于学习日语的阶段 透过课程,即使只查阅少数单字,他也能轻松理解医学文章非常有帮助 摘要 这篇文章分享了五世日文学习者的真实感受和学习成果 学习者们在短时间内体验到了显著的进步 从提高阅读速度到理解日常生活和专业领域的日文文章 许多学习者表示,他们能够在看日本节目时理解整句话,而不仅仅是单个单词 有人在短短的学习期间内就能理解40%的日文绘本内容 感到非常惊讶和快乐 学习者们还提到了无视日文教学方法的有效性,如能够迅速拆解句子结构 并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日文阅读和理解能力 一些学习者甚至在工作中需要使用日语,他们发现在学习无视日文后,对日语文件的理解从30%提高到了90%以上 此外,学习者们对于无视日文的学习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许多人表示每天都很期待学习日文,并且感到学习过程中充满乐趣 有学习者在参加日语检定考试后,即使只学习了6.5个月,也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,并期待着取得好成绩 推荐本文的理由 这篇文章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学习者经验,展示了无视日文教学方法的高效性和实际成效 对于那些寻求有效且有趣的日语学习方法的人来说,这些分享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 文章中学习者的正面反馈和学习成果,对于想要快速提高日语能力的学习者来说,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鼓励 日语检定,JLPT,N1,N2,日本留学试验,日文学习心得,摘要分享 本摘要主为时间有限,但需紧速了解相关学习心得,效率,性价比者而设 摘要之原文来自文末,如语详阅原文,可点选文末之链接 无视日文分享系列 参加无视日文的这半年真的是我人生中最认真念日文的一段时光,和医学文章,偶尔查几个单字就了解,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欢迎留言及索取免费学习资料 欢迎加入LINE生活圈 更多精彩摘要 点击下列网址可观看 无视日文三个月通过日减年2 无视日文九个月通过日减年1 凡事都有好方法